真假相参的历史 最容易让人感到困惑 并且难以找到真相 那些我们长期流传的 筷子人口的历史格言 其实很多都是谎言而已 但它们不仅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 也帮助大家形成了 根深蒂固的错误价实观 比如第一个谎言 得明星者得天下 古代帝王得天下 总要说上英天命 下英明星 得明星者得天下 话很动听 相信的人也很多 可惜通通都是谎言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元朝末年 骑军除了朱元璋之外 还有很多 比如苏州一带的张世成 他为人宽厚 比朱元璋更得人心 但是最后得天下的 却不是他 朱元璋起义后 首先也不是反抗元朝 而是打败其他的骑军 包括张世成 为了获得军粮 朱元璋一系列的举措 基本上就跟抢劫无异 最终却能得天下 朱元璋得了天下以后 靠着军人的武力 和文人的比例 为自己书写了不错的口碑 至今仍有人相信 他是一代明君 所以中国历史的残酷真相是 得天下者得民心 第二个谎言 落后就要挨打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的欺凌 落后就要挨打 这句话流传甚广 影响极大 被许多人奉为真理 与之相似的还有 若国无外交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这些论调 这些论调都符合黑暗丛林法则式的想象 但却不是事实 最典型的例子 是1900年 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在我们的印象中 清军都是大刀长矛 实际上 清军当时的军事装备 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毛色枪 弹仓步枪 现代火炮 马克西姆机枪 诺顿菲尔特 速射机枪 一应俱全 可惜的是 清军不善于使用 他们把大部分的武器都锁在仓库当中 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时 清军预和团仍然是一股脑袋向前冲锋 什么结局就不难想象 所以武器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 还有更关键的 那就是思想的观念 落后不会挨打 政治野蛮才会挨打 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要靠实力 而是有更重要的东西 公平和正义 第三个谎言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这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出自三国演义 它在一定程度上 也的确反映了 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历 也的确是某段时期中国历史的现实 但是若放在全部中国历史长河里看 那就是完全不成立了 放在世界史上看 就更不成立了 中国从1279年元灭宋开始 就进入了稳定的大一统时期 此后虽然也发生过几次朝代的更替和军阀的混战 但是都没有长期的分裂 70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基本上处于和的状态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朱子百家就已经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的理想 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 天下大势 并非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分分合合 关键在于人心 确切的说 是人的观念 你拥有什么样的观念 最终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命运 请不吝点赞订阅